肚子餓了吧 我馬上去繳食物給你吃 你真是好孩子啊 跟著孝順的烏鴉一起長大 舒軒小志工賣力演出 台下的小朋友看得入迷 兒童截這天 信義成品的近思舒軒 歡樂不間斷 小烏鴉很小 然後長大之後的小烏鴉 媽媽也變老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故事 就是告訴我們的 不管年紀多大多小 都要孝順媽媽 家都非常的用心 然後也在兒童節這天 我覺得也讓就是說 用這個孝順的烏鴉的故事 讓孩子就說 除了兒童節很快樂之外 我也可以把孝順的地方 我可以帶出來 拿著色筆發揮想像力 親子共同腦力激盪 大家手上的禁思語 各個畫得精彩 我們家小朋友 在小時候其實就來這邊當志工 所以我們一直有注意 這邊四圈的一些活動 所以也有機會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 帶小朋友一起來參與 有的看 有的玩 有別於傳統到樂園的慶祝方式 在這裡獲得歡樂的同時 也更具有教育意義 大家新聞雷亞 初品豪 台北報導